蔡賴佩這個是基層的聲音 我相信連我們這些在議會 或者立院都聽到了 怎麼可能他們更高層 會不曉得 一定清楚 而且小英也試圖去 釋出這些善意 所以你覺得賴清德 是有這個選項的狀態之下 去領票嗎 我先講一下孟凱 孟凱年紀小 但是心眼多 他剛剛 奇怪 我們大家都讀了 昨天賴清德的聲明 賴清德的聲明完全沒有講 哪有講那一句什麼小英輸定的 沒有 你不管字面上 或含義上沒有這個 賴清德的意思頂多是說 他賴清德選贏得更多 只是這樣而已 他沒有贏得更多這個用詞 小英也贏 只是他贏得更多 更有把握 那個字類是這個意思 你跟他解讀的程度差不多快 差不多 我只是比較簡簡單 重點是內行看門道 世間議員你在內行的 我們都換行的就奇怪 邊講邊笑 你看 這就是凸顯出來 就是這種 就是看不得民進黨好 看到民進黨分裂 就這樣很爽快 把國民黨的勝利 建立在民進黨的分裂 所以你認為他們有可能是 鼓動賴清德出來選的一個原因嗎 在野黨 我認為賴清德他確實是對於 現在執政有很多 事實上他不是很滿意看不下去 但是這一些他看不下去的 應該是這個制度的問題 比方說我舉例 賴清德在行政院長那裡 他很認真想要做很多事 可是很多他使不上力 為什麼 因為你的斑腳 斑咖 都是人家叫好之後 你只是被叫來當班長 所以變成你班長不一定 使喚得上每一位斑腳 那個人家不就是蔡英文總統 不是 這個人家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制度上 我們這個所謂改良式 混合制的雙手掌制 這個確實是很大一個問題 市監院你太繞了 當觀眾會聽不懂 市監院你越描越黑了 你就直接講賴清德的意思就是說 當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 叫做有責無權 當總統的是有權無責 所以賴清德想好了 就是如果是這樣子 那不如我自己來當總統 我掌握了權力 我決定了方向 我有能力可以做得比蔡英文更好 他心裡話就是這樣子 這樣比較直白好不好 玉民委員 你講了所以我就不用多說了 你真的 我已經讀了你的心 身賴清德者父母 身賴清德者玉民委員 可是有一點我沒有看懂的 市監哥他這麼力挺 台獨路線跟制憲公投 為什麼使民不挺他 使民現在是站在蔡英文那邊 因為外界總會覺得說 賴清德站出來 獨派的勢力應該是毫無疑問的 全力力挺賴清德 可是使民為什麼要做這個表態 小英總統在做的 就是真正的捍衛了台灣的主權 那麼他只是沒有站出來 跳第一線說法理台獨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現在是如何來保護他 現在幹什麼要拉小英下來 拚了命再拉他也是獨派 獨派有很多種 獨派有法理台獨 法理台獨這一派 是認為應該再更進一步 小英總統是癒合整個國際情勢 所以小英總統的做法 事實上就是說沒有法理台獨而已 但是小英總統做的每一步 都是顧及了台灣的尊嚴跟主權 所以昨天賴清德講的 我們不要變成第二個香港 小英執政這三年來最大的貢獻 就是台灣沒有成為香港 台灣沒有被香港化 過去國民黨執政也沒有成為香港 也沒成為澳門 國民黨你們忘了嗎 你那個最後的服貿貿貿整個過了 台灣就是徹底的香港化 你們忘了嗎 國民黨執政那有香港化澳門化 你胡說八道 很純潔的學生們走上街頭 318學運 你們忘了嗎 不過世傑 你這個都是在幫蔡英文總統做辯護 所以你現在還是非常的堅定 就是挺小英連任對不對 不是 你這樣子講 他應該不是這樣想 我認為我們這些 大家把心機表露 你應該表露一下 我認為這個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是主張 就是大家不要騎牆投機 像剛才孫大謙委員說 國民黨內就不會這樣 我沒有講國民黨內也不會 我只是說你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認為國民黨那樣 混水摸魚 國民黨現在很多在政治檯面上 應該要表態了 你像韓國瑜 你們已經有這麼好的因為韓神 你們大家還不趕快去力拱他 有的還在那邊拱租 有的還在那邊拱租 有的還在 我們站出來清楚表態力挺到底 如果今天我是賴清德的朋友 我絕對勸他不要講什麼自憲公投 也不要講什麼台獨路線 話講得這麼誠實這麼坦白 就話講出來之後 原先拱他的人全部都縮回去了 就把他一個人放在火爐上烤 我覺得對賴清德來說真的很不平 沒有 我們大家都還是認為 2020賴清德就是大家繼續 蔡賴配 應得配 2024年才是賴清德走上勝負的 不過現在如果說民進黨還想 蔡賴配或應得配的話 可能會有收音壓吞的問題 因為賴清德昨天是已經 登記零表了 除非說有什麼狀況 當然民進黨他們的機制 可能還有協調機制 但是如果賴清德到最後 又被勸退了 我們不僅懷疑是有什麼內幕交易 還是什麼交換的部分 你先把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你把法 所以才要有法律 法律的定義你先看清楚 政黨正式提名的 像上回你們那個朱立倫換索做主 那個才叫做按盤 才叫做有收音壓吞 這是你們黨正式提名 我們現在黨才在 司法 我們就交給司法來選 登記要初選而已 所以登記之後有協調 協調機制 所以我就說有協調機制 現在他們有一個協調的機制 就是守在登記之後 所以這不叫收音壓吞 孟凱 你可能太高興了 你看賴清德領表登記了 結果你就太高興得意忘形了 法律有規定的 應該是這麼講 我覺得昨天的賴清德 他的宣布參選 剛剛雖然說世間議員 一直想要圓這個場 但是還是一樣 賴清德昨天就是打臉 過去兩年十個月的蔡英文 因為覺得說蔡英文做得不夠好 你還敢堅持你那十七個字就是 對 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多不多 做得不夠滿 所以說賴清德才要勇於承擔出來 如果說賴清德 真的說剛剛蔡英文做得好的話 他就繼續輔佐 九合一也不會敗得那麼嚴重 另外我也在強調 我覺得是說賴清德 他現在既然已經說要跳出來 蔡英文他現在做這些動作 其實真的 為什麼我一直講是說 還是在分裂民進黨 就是因為他一直在逼大家 來做表態 如果說真的 之前有所謂的蔡英文跟賴清德 我覺得我剛剛好像 也在分裂民進黨 因為我已經叫王世堅表態 如果說蔡英文跟賴清德 蔡賴沛的話 應該蔡英文之前要遞橄欖枝 我只是覺得是說 如果說這樣的話 民進黨的基層 也真的是很可惜 很惋惜 因為民進黨基層的聲音 好像高層都沒有聽到 如果說高層有聽到的話 應該之前就遞橄欖枝 應該就要為留賴清德 應該就不要讓蘇貞張替代賴清德 應該這個時候 就可以名正言順的 總統跟行政院長 一起宣布參選總統 這不是更好嗎 以現在的民調看起來 好像說賴清德好像佔優勢 可是我覺得到4月的時候 情況不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他們的選舉的辦法 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們也不太會去改變 因為他們認為制度重於人質 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他們不會改變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 因為第一個他們採用的是全民調 全民調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整個民調裡面的組成裡面 有綠的 有藍的 還有廣大的中間選民 這樣的一個組合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是採用對比式民調 還是採用互比式民調 你對比式民調 由於他們是要在4月上旬的時候 要開始推這個全民調了 這個時候他的對手 沒有任何一個人出現 也就是說柯文哲也沒有說 他不選 他也沒有說他要選 所以如果你把柯文哲 列為他的對比式民調 他是虛擬的人物 國民黨也還沒有定出哪一個人 不管是王金平 朱立倫 或者是韓國瑜 你也沒有定出來 所以如果你用對比式民調 他也是一個虛擬的人 也就是說你的對比式民調 在制度上你很難站得住腳 在過去他們比較容易 他跟蔡英文跟馬英九來做對比 所以馬英九那時候是競選連任 所以他們很容易的做對比式民調 等到馬英九卸任的時候 他們黨內沒有人要出來 所以就不需要做民調 所以蔡英文才成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的話 既然對手都還沒有出來 你要用一個虛擬的人做對比式民調 這個對卓榮泰來講 他必須要在黨內要討論 這個卓榮泰的權力就很大了 因為黨主席可以決定 我採用對比式民調 還是採用互比式民調 你可以說對上的對手不一樣 賴清德跟蔡英文會各有勝場嗎 那也就是說當一旦採用 互比式民調的時候 那也就是賴清德跟蔡英文 兩位在做比賽了 那這兩位在做比賽的時候 就假設是泛藍的支持者 民調裡面 泛藍的支持者裡面 他們一定會思考的是 兩害相權取其輕 不是兩力相權 你說藍軍通通會投給某一個 他們覺得比較弱的 我個人認為到最後要做 這種對比式 戶比式民調的時候 賴清德是不是一定會擊敗 這個蔡英文 我個人是認為有變化 有變數 還沒有辦法這麼篤定的就是說 賴清德一定可以擊敗